这长长人龙看不到镜头 是上海的离户人潮 红球车站班次一增加 爆料民众涌现 16号有12班列车运送超过6000人离开上海 上海室内交通还没恢复 正展开全线路大消毒 预计在本周日逐步恢复营运 目前全是16个区都已全面实现 社会面清零 上海17号单日新增本土感染低于千例 目前仍被禁足的风控区 约86万人 可在社区范围活动的管控区 约300万人 有条件外出的防范区 约1900多万人 换言之恢复行动自由的已变多数 目标6月达到全区社会面清零 完全解封 不过此刻官方有个特别提醒 日常也不要过度消毒 更不要往下水道投放消毒片 这些消毒不但起不到消毒作用 还会破坏环境 令人健康造成伤害 上海的提醒不是没原因 各种消毒水 消毒车 消毒枪 狂喷狂洒 是中国大陆各地出现疫情的日常动作 TV新闻综合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